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老面校匠包子馒头店的创办人们 欢迎陈昌明来做我们创业访谈 哈喽 哈喽大家好 哈喽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陈老板来做我们创业访谈 我们好奇当初这个老面校匠是怎么诞生的呢 主要是说我们在学习技术的时候 对 我们 在钻研老面的技术它非常的宽 那我去研究的算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在一般的馒头店我都一直找不到 然后做了第一间馒头店以后发现它还没有达到我的需求 然后就在第一间馒头店在寻找第二间馒头店的 就是我要的技术 那终于好 有找到了 找到了以后 然后可能上天帮忙 让我顺利的应征进去让我去学习 那学习的过程也算是顺利 所以我想要学到什么基本上都有安排给我 那所以到我学成了以后才决定 应该要创立自己家的品牌了 那用自己学到的技术 然后为了自己的产品要求去创立这个品牌 那变成我们蛮好的说当时投入这个产业反而是学习是一个技术 第一间店学习到的是技术 第二间店反而可能让你学习到更多 你觉得那时候你最会获得的成长分别是哪些呢 第二间店学习到的技术 你是说那个 我去 因为我现在三间店 所以你是说哪个时段 就是在你的学习阶段的时候 你投入第二家品牌 就是对方是民间企业嘛 那你在那个品牌让你学习最大的成长 你是说学习期间 对 学习期间的时候是说 他就是两家馒头店 他们都是有在做品牌这件事情 是 那第二间品牌他比较 他比较有强烈去推广他的品牌 可是他店的规模没那么大 是 可是他一样是做我所认知中品牌推广的事情 是 那只是说他的技术等级也比较好 那他也没有 没有那个商业模式去做扩展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边学习 然后边看人家怎么去做 从小做到大 然后一步一脚印的去跟 然后看到了以后 这就是我一个前车之鉴跟借鉴 那之后要创业的时候 反正就不要去踩人家踩过的地点 对对 避免一些雷 自己去 自己去散吧 所以 当要创业前还是 在业界打滚一阵子会好一点 省得你自己再多花一点钱 然后去跌坑 对自己去跌坑是比较辛苦的 对对对 那我们来分享的是说 我们真正从成立这个老面校匠 这个品牌之后 是不是我们就会有遇到一些所谓的困难 或者是你那时候印象深刻最大的挫折 或有哪些的状况是 现在还印象深刻的 挫折主要是说 商业模式是不太一样 对就是一刚才回来 回来就是我们讲新竹这个区块 我们在台北学 台北还是比较先进发达的都市 对 那回来新竹以后 大家所认知这就是早餐店 是 他们不能适应说 为什么你没有卖一颗没有卖热的 是 因为我们是一个包装三颗卖 对 所以他们很不习惯 然后一大早5点多起床就要跟我们买早餐 我们说我们还在做 我们还没有东西出来 那他们就要买 然后说你5点多还没有东西可以卖 你开什么馒头店 我说馒头店就馒头店 为什么我一定要当早餐店 是 那个时候其实身边的反对声音非常多 对 可是我们要坚持品牌的经营模式跟理念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秉出这些噪音 我们去坚持我们做对的事情 那这个坚定的意志要很重 然后最大的关键还是一个 因为我们在先进的都市里面 看到了成功的案例 所以你对于这份坚定的心理会更坚定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些成功的案例 可能心会慌 所以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定会成功 只是时间的问题 就像那个马云从亚马逊搬一个阿里巴巴回中国 然后所有人都不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人家是从先进国家发展 这样子过来的 人家都可以 人家就讲嘛 就是先进国家搬到落后的都市 然后去发展 只要经过时间累计 就会知道它的好处 是 那我们也是类似这样的办法 只是说在适应期间的时候 那段痛苦你要承受的过去 因为身边的周遭都会是反对的 你自己的信念要很坚定 对 心态这部分要先做一个稳扎 稳定的部分对不对 对对对 包含自己的身边最亲的人都可能是这样 对有可能这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个孤立无援的感觉 那反而自己要去坚定自己的初衷跟理念是什么 那接下来我想要陈老板来分享 所谓的我们自己在经营老面小将 其实在你经营这个品牌的时候 其实灵魂就已经在这四个字里面 对 就是像老面小将主要是 我们真的是提供老面的老面性质的商品 所以我们在业界中算是添加老面量算很高的 100公克的白馒头里面 最少我们占了50公克的老面 这是我们的坚持 那老面占比越多就越复杂 对 所以我们要坚持这份匠心 去处理一颗好的产品 是 然后虽然说它的失败率很高 对 但是你需要靠技术去撑住它 然后跟你的坚持 所以有些客人他们遇到那种 我们家白馒头的产品是会有缩掉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没有添加一些改良剂 或是那个乳化剂 所以它因为老面本来就是组织过发的产品 所以他们在有时候遇到混合不均匀的时候 他们会遇到组织碰到那个 说到非常小刻 客人拿到那个时候 他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就说其实那是正常的 如果我们要让它你看起来不正常 我们加东西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为了要维持那个就变成是 客人如果一失败的变成是你要拿回来我就换给你 这段过程其实也是你必须要过的 就是它也是一个教育也可能就是你的风险 可能这个客人就觉得怪怪不跟你买 这也是你对品牌的维护的坚持 所以这份降薪要存在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讲做食物 我们要摒除掉食杨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良心要还是要存在 做食物自己做自己敢吃的东西嘛 然后对自己的材料有所坚持 我们不用擦的材料 我们一定要用好的材料去做好的东西 才对得起我们的商品价值 所以我们坚持降薪良心 然后也坚持 我们做这些东西都一定要做出美味的程度 不然不卖给客人 因为做一个只是吃的东西 跟做一个美味的食物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等级不同 对 所以我们要让你觉得有符合这个价值 必须要做到美味 是 所以我们要坚持这三个过程 那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要坚持 除了我们自己老板在成长以外 我们也是可以带着员工一起成长 是 那当员工也成长 其实老板一定会成功的 我的认知就是这样 就是你的员工都成功了 老板不成功 那应该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我希望我带着我的员工 借由这个品牌跟平台 让他们一起跟着我去成长 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未来 是 嗯 那接着我们来稍微分享一下 我们老面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是不是实用的感觉是什么 老面主要有比较强的特性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 只要是肠胃有问题的客人 然后跟就是有胃病的客人 比如说像有前一阵子我有肠胃炎的时候 我吃我自己家馒头是没问题的 可是如果去吃外面的吐司会出事 就是因为 发酵品嘛 对 同样都是发酵品 对 可是制造过程完全不一样 是 所以而且 呃我们讲配方 里面下的东西也不一样 嗯嗯 人家说以前那个 有胃病的话 基本上你要吃白吐司嘛 白稀饭啦 那个越干净的东西越好 其实后来我就跟客人讲 我吃我家自己家的东西更干净 所以我自己敢讲 所以我就一定敢卖给你 因为你有这个问题的人 你就是我的客人 然后我坚持这件事情 就是专对于你 嗯 你这样子的需要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坚持的东西嘛 所以老面真正的 真正的强项 第一个就是 针对于有肠胃不适的人 像有些人喝咖啡 他会有胀气的问题的人 是 都是我们的客人 好坚持这一块老面技术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我们讲说 面团它有Q度嘛 就是我们在吃包子馒头有Q度 那如果是发粉做的 就是基本上你 你咬一下就 就是像海绵一样 一吃就免掉了 是 那老面的产品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 就是因为 他做不到工业化的那种 口感 就是工业化做不出那种口感 就是他咬出来 就是会有一个咀嚼性 而且会大过于一般的生产技术 他的嚼劲是非常足的 所以很多人会坚持 为什么要讲老面老面 就是他们坚持的是一份口感 对 这份口感你咬过了以后 你再回去吃一般的馒头 你会回不去 因为那个差异性太大了 是 所以老面真正的强项就是 第一个是肠胃问题的客人 还有就是对于追求口感的客人 他们有很强烈的一个 老面可以提供他们很强烈这份感觉 是 这就是他的一个精神跟特质的部分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陈老板 来问一下 你觉得在从事自己的个人品牌 这个路上 你觉得获得最大的成就感来源是什么 其实成就感第一个最大是我爸爸看到我的成长 这是我自己最大的成就感 再来就是说我们在经营品牌的时候 客人吃到这个东西的产品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们 你家的东西真的在其他县市真的都买不到 我只能来你家买 是 那个时候就那我 我很有荣幸 就是你不会去跟其他人家买 你只愿意跟我买 当然因为我们也做到人家做不到的事情 是 这我们坚持的地方 但是客人也真的是 知道了我坚持的东西的价值是什么 他愿意大老远跑来跟我买 我陶贝的客人也很多 陶渊的客人也很多 他们就是要特别来我这边买 因为他就说他们地方就是买不到 对 他们只能来我这边买 那所以 当这些客人来买的时候 我很开心 对 可是我更开心的是什么呢 这些客人买来的时候他不是自己吃的 是 他是买我家的产品来送人的 是 就是他就是说 因为你家的东西真的在别的地方吃不到 而且我真的觉得是很好的东西 我送礼有面子 嗯 所以我就 予有容颜 是 就是坚持这个技术水准 然后还有这个 品牌 让人家觉得送这份礼是有价值的 对 这个是我觉得人生之中很好的一个高光时刻 就是那个 是 很荣幸就是让客人认同 认同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我的呃 我的员工看着我这样子发展跟努力 对 他们也觉得在我身上可以看到远景 对 然后而且 他们觉得跟着我走会有未来 然后让员工信任跟客人信任是我人生 就是很大的一个价值感 是 对 好棒 好像反驳我们感觉到这个品牌会发光的感觉 而且是越模越亮 那接着我想要来 请我们陈老板分享 在自己品牌的未来规划上面 我们会怎么去做 呃 第一个 呃你说 规划的话基本上一样是 围绕这个品牌啦 对 就是技术层面跟 跟品牌价值是不变的 对 只是差别是说 我有没有办法让我的 员工去更上一层楼 让他去 在这个品牌上做更多的推广 嗯哼 可能去更多地方 去展店也好 对 或者说 做怎么样的合作 是 基本上就是说 让他们觉得说 哦不会是 一个新竹区就 就卡死了 嗯是 当然是 我的员工跟着我以后 他们想要更 更好的发展 就是 要去 呃 第一个是去了解员工 他们真的想要什么 嗯 我们可以协助你做 帮你做到哪个程度 是 这个品牌是 呃 这个品牌就是一个平台 透过了这个东西 你可以不用这么努力的状况下 你可以达到更容易 更 达到你要的成就 是 那对一个员工而言 何乐不为 对 那对于我而言就是 你出去创业对我来讲 我也没损失啊 是 因为我 我自己的产业 我相信良性循环啊 呃 员工 当你为为真心为员工的时候 他们不会挖一个坑给你跳 是 那 我 我之前就 在创业之前我就一直很羡慕一个 一种 一种老板就是 对 呃 一个老板他维护好他自己的店 他自己可以过好他的生活 嗯 所有的 呃 从他出去的员工 所有都回来跟他讲 感谢老板 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有意义 是 所以 我真正想要发展这个品牌的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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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一定是员工都跑出去了 然后员工 愿意回来跟我讲说我现在过得怎么样 是 然后这个品牌让我 人生过得如何 是 这个对我来讲反而是更有意义一点 嗯 看 真正做到陪这个员工一起成长 甚至他变得更好 其实也会连带的我们自己老品牌的一个 一个发展 对 这是 的确是一个双向的回馈哦 那最后我想要请我们程老板来分享 自己成功的跨入这个创业这件事情哦 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其他想创业的人 呃 其实创业这件事情他 嗯 真的是创业以后才知道啦 就是 呃就比如说创业 呃像连锁加盟展那种 一头可能是两三百万 哦对 那我们自己两三百万我们赚的也很辛苦 是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两三百万的时间挪出来去 你你想要去创业的行业去摸一摸 闯一闯 是不是第一个先认识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心中所认知的 嗯 是 嗯千万不要从新手小白直接套进去 是 对 那个很恐怖 是 你一定要先去一个行业别 呃你决定好哪一个行业了 对 先进去那个行业看看这个世界是不是你要的 对 确认是你要的以后然后你应该要好好去看一看这个未来愿景发展 是 跟你所想象中是不是一样 嗯 如果是一样你才决定全新投入去创业 对 不然的话你可能创业到一半你可能就 动力就没了 是 因为你看不到愿景 对 当你 就就像我那个时候讲 我在台北已经看到这么大的愿景了 没有理由套回新竹我套不上 对换个区域怎么可能没有办法成功 对因为都是都是 都是人的产物 基本上不可能换一个地方就进不下去 除非是真的文化差异太大 对 嗯 所以不然的话 呃这些问题应该是不大不大会有问题 是 所以你自己进去看了一遍 然后规模不要尽量不要看到太小的 看到太小的你可能就是你就是小的 对 你要看大的以后你要跳大的跳小的你都可以选择 嗯嗯 但是你一看小的你就是就是注定是小的 你看不到大的世界 嗯嗯 所以没有没有关世界何来世界关吗 所以你你一定要去 创业之前一定要去大一点的公司去看一看 嗯 嗯 你自己认知到你自己觉得 我是技术出身嘛 对 后来呃就在学习期间的时候要学当老板这件事情 然后的时候我才发现 这些三个结合你都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呃跟你可以拿业界的模式来套 套你的套你自己可以过那就可以过 对 呃那 你才能来创业 你才能来创业 不然的话 嗯 风险很恐怖 对 嗯 除非他很有资金的背景的这个资源啦 那不然其实这件事情也不是开玩笑的喔 对 他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或甚至是你要观察过业界的发展是如何 那甚至刚刚我们陈老板的建议 你甚至可能要到这样的产业去滚一滚 那也可能更理解说 这样的模式或这样的形态 是不是你真正初衷想做的事情 对 这些是也蛮重要的 因为你才会有一个坚持跟动力 让你自己在这里面继续专严跟发展 对 其实很谢谢我们陈老板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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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